请酌情观看 提起太空的时候 他就会难过 他说这让他想起了过去 躲在黑暗中 并被其他怪物欺负的样子 这听起来挺吓人的 所以我不再问他这些事情 他也说那些怪物 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 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 我最喜欢Odila给我讲睡前故事 因为我很快就能入睡 而且还很有安全感 他走了之后 我很想念他 我在这里真的很孤独 我心里总是想 只要能再见到Odila 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博士 奶海说完后 Saias博士仔细研究了他的表情 然后又看了看他的报告 嗯,我想想 你好,我叫Iyo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SCP基金会 SIFE等级的SCP-6033 SCP-6033 也被称为很多割博的朋友 是一本同名的儿童图书 然而 该书的作者并未在书中列出 其行文风格可让孩童轻松阅读与理解 此书描绘了一个无形实体 跨越时空寻找朋友的故事 该实体被称为Odila 当一位名叫Toby McAnderson的六岁男孩 阅读6033时 60331就会出现 60331就是故事中所描述的那个无形紫色实体 根据描述 他拥有几十条触手 还有无数只眼睛覆盖着他的身体 而且非常大 他对McAnderson特别友好 会和他说话 玩耍以及讲故事给他听 迄今为止 60331都没有造成任何冲突 观察60331一段时间后 基金会已经推断出一些他所拥有的能力 像是心灵感应 变形以及远程传送 6033第一次被发现 是在McAnderson四岁的时候 武官当局接收到其祖母的报告说 小男孩失踪了 于是他们便开始搜救行动 基金会特工兼研究员 Bezel Sias博士 在收到报告后 也参与了此次行动 后来他发现 McAnderson身旁 站着一个巨型的紫色实体 该实体之后被基金会拘留了 Sias博士与60331 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 谢谢你接受这次的谈话 不客气 现在你想问我什么 你几岁了 听说你比宇宙出现得更早 它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外星人 或者地球上的异常 你是怎么看的 你有什么关于他们的资讯 可以告诉我吗 60331的好几张嘴都笑了起来 你问了好多问题啊 但很遗憾 我不能详细回答你 因为说出他们的名字 就会给他们带来力量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生物 但没错 我诞生在宇宙之前 并与他人并存 他们都是一些可怕且可恨的东西 这些东西最近一直在搞麻烦 对吧 没错 的确是这样 你能不能协助我们和这些实体打交道 我做不了什么 我和他们相比实在是太弱了 在我漫长到难以理解的一生中 我想找的只是 一个朋友 而我现在已经找到了 基金会随后误以为 McAnderson拥有召唤异常生物的能力 然而 在意识到实际上是他所拥有的书 才会导致6033的出现后 McAnderson获得了更舒适的住所 他还被允许在基金会的监督下 每晚与60331见面两小时 Saias博士带着6033 来到McAnderson的卧室 男孩从他一直在玩的积木堆里抬起头 随后跑到Saias的身边 他接过书并将其打开 60331如其出现 该实体瞥了一眼Saias 就朝观察窗看去 奥迪拉 高兴看到你 孩子 要不你现在躺到床上 我给你讲睡前故事 我为你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 McAnderson一下来了精神 并直接跳到了床上 而6033则是蠕动到他的床前 不过有几只眼睛则是盯着观察窗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60331将触手伸向床头柜 并拿起6033 他打开书 接着开始阅读 当他的触手翻页时 贴在卧室天花板上的各种夜光星星贴纸 落了下来 然后开始漂浮在床的四周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叫奥迪拉的孤独生物 60331的触手一挥 书页上的灰尘就飘了起来 灰尘在空中盘旋 并形成一个实体 导致房里变得一片昏暗 然后他挥动着触手 穿过那些塑料星星贴纸 它们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星星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那实体抬头看着那颗星星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奥迪拉问那颗星星 我不能 因为我可能会把你烧着 星星会打到 啊 太让人难过了 是挺难过的 不过是可以理解的 也许我永远都找不到朋友了吧 他这样想着 那灰尘形成的实体倒下并哭了起来 而此时的星星则变得越来越大 然后自行塌陷 变成一个特别大的暗球 那实体一愣 抬头看着星星的星形态 你是谁 你可以做我的朋友吗 奥迪拉问道 我不能 因为我可能会把你整个吞掉 黑洞会打到 奥迪拉再次感到悲伤 黑洞坍塌了 60331的触手在空中化圆 然后房间里的星星 就开始变成各种星云和天体的形状 一个蓝色的圆球出现了 最后 奥迪拉见到了一个蓝色小星球 他很惊讶 因为他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他不像恒星那样大 也不像黑洞那样 能够把任何东西吞进去 你是谁 你可以做我朋友吗 奥迪拉问道 然而那星球并没有回应 一张被框着的相片飘了过来 上面是麦安德森夫妇的合照 还有几颗星星附着在相框上 宇宙看到奥迪拉很悲伤 便来询问他的状况 怎么了 奥迪拉 宇宙问道 没有人愿意做我的朋友 奥迪拉非常地回答道 然后几颗星星开始环绕着那个尸体 没有人是注定孤独的 宇宙环抱着奥迪拉说道 下面有个叫做地球的星球 那个星球上有一个我们非常喜爱的小男孩 他很孤独 就和你一样 他也需要一个朋友 找到他 然后帮我们照顾他 宇宙如是说道 奥迪拉知道该怎么做 他开始写一本特别的书 并将其送到地球上 让男孩可以找到他 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他们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再也不会孤独了 宇宙让他们遇见了彼此 而他们如今正在一个特别的地方 虽然有时会有点冷 甚至有点吓人 但那里还是有很多人照顾他们俩 不管怎样 奥迪拉和男孩永远都会是好朋友 他们会永远永远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60331瞥了一眼麦安德森 只见他已经睡着了 他轻轻地合上书 并将其放到床头柜上 然后伸出了几只触手 小心翼翼地帮他盖上了被子 晚安 Toby 奥迪拉不是说道 然后他再朝观察窗 瞥了一眼就消失了 我觉得只要我能见到奥迪拉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博士 可以的 孩子 你可以走了 谢谢你的配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